本土疫情在一起 其中新北市單日新增七例本土 樹林科技場的染疫風暴也持續擴大 一名移工傳染給自己擔任看護的女友 她所負責照顧的老婦人也被傳染了 另外還有四名個案 則是和昨天確診的三重業務員相關 索信市府表示 三條傳播鏈都有掌握 三條傳播鏈讓新北市 單日新增七例本土個案 市府針對包括瑞芳車站在內 等確診者足跡進行全面傾銷 令人擔憂的是 樹林科技場群聚似乎持續擴大 樹林科技場群聚至今已累積二十二例確診 疫情也擴散至場區外 案二二五六四移工的女友 也就是案二二七零二 她是名越南籍家庭看護 遭男友傳染 自己又把病毒傳染給她負責照顧的八十多歲阿嬤 三人都遭居家隔離 至於前一天為陪病兒篩檢 進而確診的三重女業務員 這條傳播鏈包括她的丈夫 同事 朋友 共添四人確診 加上遭基隆染疫行進波及的新北市居民 單日新增七例 所幸都有掌握感染源 新北疫情升溫 清明廉價又將到來 市長侯友宜一早也到淡水視察 針對防疫千叮嚀 萬叮嚀 畢竟松綁聲浪才剛湧現 另一波疫情又來勢洶洶 全民防疫依舊馬虎不得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